本院委员政府班等23人临时提案 针对交通部将以民国1020开始实施国道继承电子收费制度 根据现行的国道继承收费汇率四算报告 交通部拟采取固定免费里程加单一费力的两段式收费模式 目前规划的免费里程为5公里超过里程每公里收0.9元 但大台北地区以外城镇与城镇之间的距离皆不短 若免费里程仅以5公里大台北地区以外 人民的交通负担将会大幅的增加 为了降低人民的负担 鉴请行政院将国道继承收费的免费里程数 从5公里放宽为30公里 四五有档敬请公解